这个回答让所有人始料未及 这与父亲强烈阻止他早恋 截然相反 以一位和明知父亲 对早恋极其反感 还依然投入到新的感情中 这是在挑战父亲的底线 还是出于内心最关爱的需求 你不怕吗 你第一次恋爱 被父亲那么严厉地批评 怕可是 可是我当时 这个跟父母关系也不是很好 每个人都需要朋友的陪伴 特别是我转入一个新学校 我又没有办法去适应那种人际圈 然后那个男生喜欢我 然后追我我就答应他了 因为至少会有一个人陪我 然后他也真的对我很好很好 在这一段恋爱中 你的学习不但没有退步反而还进步了 最后还考上了大学 后来你们为什么分开了 因为我不喜欢他 刚才跟依依大概聊了聊天 我发现可能在对于早恋 包括对于要求学习成绩这件事情上 父女俩好像很多沟通的想法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也想征求一下依依的意见 你看刚才我们也单独聊了一会儿 我觉得你的状态也挺好的 我们可不可以请父亲也上来 我们听听看父亲在听到你说的这些话之后 他有什么想法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有请何先生上场 有请 爸爸其实并没有走远 一直都在场外在听着 我觉得反正我跟您沟通的还可以 跟依依沟通的也还顺畅 你听到依依刚才说的那些话 你意外吗 我不意外 这些话他跟你说过吗 没有 他不跟我说话 那你听到他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心里话 一点都不意外 我不意外 没感到意外 你猜得到他就是这么想吗 我猜得到 那他在刚才说高二那段恋爱的时候 那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件事 我不知道 我现在都不知道 那你现在知道了 你怎么想 过去过去了 反正没影响学习 对 如果当时又谈恋爱 又影响学习 大学没考上 那我很生气 那你怎么办 你当时又不知道 现在生气怎么办 我现在都不生气 好 那我们再说说看初恋那件事情 父亲选择的处理方式是打你 其实 我挺想知道 当时具体的经过 一一你还愿意回想 当时父亲知道这个事情了之后 具体的在跟你聊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我忘记了 我只记得他当时有骂我 他骂你什么 我不记得他具体是怎么骂的 可是他用到一个词 他说我贱 然后 一直在现场开朗的女儿 提起当年父亲指责的话 心痛不已地流下了泪 父亲的一句气话 为何让他时至今日 还无法释怀 难道这就是女儿跟父亲矛盾的根源吗 女儿又是如何评价父亲的呢 何先生你在女儿15岁的时候 用了一个这么刺痛的一个词 你有没有想过 他心里怎么能承受 这个词用得不太好 但是我是奇迹了 你知道这件事情不太好 你后来有没有 等事情平息下来 为这件事情跟女儿道过歉 那我没有 为什么 你明明知道就伤害到她了 为什么不跟她道歉 我因为 一个父亲骂下 女儿过去了也过去了 我根本不是说有好大的事 可是你看女儿今年21岁了 当我刚才问到她这件事情的时候 她此时此刻的表现 你觉得这事过去了吗 我不知道她还没过去 那你现在看到女儿的反应 你想跟她说什么 她对你后来的生活留下阴影了吗 嗯 你当时怎么想 因为15岁之前 我都很想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也 我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 那时候我见 我就觉得自己很见 后面导致我自己 现在都 是我价值感很低 很不自信那一种 很自卑 如果所有的人都说你好 可是就爸爸说你不好 你会听所有人的 还是听你爸爸的 我觉得我潜意是 你就是记住我爸爸的话的 他各种评价都在我印象中 都在为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